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各位 各位 大家好 朋友 大家早安 進口前面這顆 是光兔兔的這一顆 是我們地質在原子裡面的高壓鵝蛋荔枝 我們自己做的高壓 地質之後大約已經有30幾天了 一個多月了 那從高壓苗剪下來之後也51天 大約51天 原本我們一度以為它會掛掉 那後來慢慢觀察之後 我們發現它部分的葉子還維持有綠色的 然後葉子呢 也有很多葉子都掉光 原本我們沒有幫它剪葉子 後來看狀況不對 我們有幫它做個剪葉子的動作 那現在呢 葉子大部分掉光了 那掉光了之後我們就進一看呢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了 它已經開始在萌芽了 也就是說這顆 這個鵝蛋荔枝高壓苗的地質之後已經成功了 它根系呢 已經開始在吸收水分養分 那也開始呢 枝條 這個枝幹上面的新芽也已經都開始在萌發了 那這顆鵝蛋荔枝基本上它已經存活了 很開心 原本是要挑戰今年就有沒有辦法直接開花結果 那失敗 那挑戰失敗之後 我們只好挑戰它成功存活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苛求 那目前是已經確定是存活了 只是說 它現在這個存活的狀況呢 是在萌新芽的狀況 如果遇到很高溫 很熱的天氣的話 它的芽不會長得太好 那它剛萌出來芽是很嫩的 那這很嫩的芽呢 沒有一個綠葉的一個遮蔭 通常它會被曬傷 會被太陽的灼傷 所以還是有風險 我們只能確定說 它蜘蛛還沒有死 蜘蛛還沒有死 也已經存活了 而且正在萌芽當中 這時候如果太陽太大的話 它發芽長出來的狀況不會太好 所以我們就期待 期待偶爾天降甘霖一下 幫它降降溫 所有的枝條都在萌芽了 這個影片中 我們會把前面的高壓的影片 還有高壓成功之後剪下來的影片 我們做一個連結 甚至做一個編輯 再呈現給各位看 荔枝呢 最快 而且最 最快 而且最能夠成功的一個複製 第一次的方法就是高壓 駕接也可以 但是駕接呢 成功率沒有高壓的大 我們做荔枝的高壓 已經做了很多了 那也複製了很多顆 到處去種 喜歡吃荔枝的好朋友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多種幾顆 一開始當然先去買個一兩顆 你喜歡的品種 那你如果土地夠大的話 等它存活之後 你再做高壓複製 很快的 沒多久的時間 你就可以擁有一片荔枝園 好 將這顆荔枝的最新的進度呢 分享給各位知道 那我們持續觀察 希望明年它能夠順利的來花 哈嘍 又過了差不多兩個禮拜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一顆鵝蛋荔枝 我們兩個禮拜前呢 有跟各位看 它已經在發芽了 所以說它基本上已經成功了 我們就是直接 從樹上高壓剪下來 直接地質 原本要挑戰直接地質開花結果 可是開花結果失敗了 那我們就挑戰它地質成功吧 那現在看樣子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它的枝幹呢 都已經在長新葉嫩芽出來了 而且還蠻多的 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太陽 如果太大太厭的話 這個這麼嫩的芽 不知道會不會讓它曬傷 所以我們隨時來這邊 就要讓它補充一些水分 所以待會呢 我會幫它做個澆水 鵝蛋荔枝很大顆 那果實樣態很大顆 但是並不是最好吃的 我們不能跟各位說 騙各位說這個很好吃 它帶有一點 一樣一點點酸跟甜 甜當然是比較多 但是它的果肉的感覺是比較水 水水這樣 不像那個玉盒包這樣彈牙 所以這個口感沒有玉盒包那麼好 那它的特點就是大顆 很大顆 我們把這顆鵝蛋荔枝種在這邊 我們以後呢 再幫它做一些 跟其他品種一個交花 然後再來拿種子來種看看 以後就玩 就玩啦 就是玩這些品種一個 不要說改良 改良不敢講 就是實驗跟一個 娛樂性的一個 看它的 後代 遺傳後代的表現 說不定哪一天被我們發現了 一個非常棒的品種 又大又好吃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喜歡這樣亂玩 這個假日農夫老 跟著老媽呢 假日當農夫 挺好玩的 OK 好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了 拜拜